其實你現在是否維持港股是一個有反彈,沒有上升的情況 就算是上升也好,27,000是一個大關 因為現在跌浪其實都顯著 再用兩個角度去跟大家提 第一就是線圖,現在畫面上看到 20天線跌穿了250天線 即是不同程度深化當中的死亡交叉 所以都是一個跌浪,很多軍線都向下 基本因素都不講,只是講圖 第二個因素就是,我經常講的周線圖 250周線,250周線大概在27,000 為甚麼按QK去看這條250周線呢? 最主要是因為過去三年 其實它是一個更加有力去判變牛熊 或者起碼是一個叫升市或跌市的分水嶺 現在的線圖是27,000左右 所以一旦穿了,會是一個大的轉捏點 不容易上升,所以我會把上方的頂部定在27,000 當然下方的底部,初步就是之前 我看足身多於看影線 所以我覺得25,000左右 即是當日跌14,000 結果是跌幅收窄那一天 下方就看25,000做支持 上方就看27,000 當然跌穿25,000 才說23,000 甚至乎更加低 所以現時就當著是這2,000點左右的情況運行 但是呢 因為所有軍線都指向是一個跌市 所以現時是一個2,000點的區間 不過是一個跌浪裡頭的反彈來的 就不是見底 或者可以撈貨去做中長線的部署 是的,譬如當日你的文章 也是在我們其他周刊iMoney那裏寫的 譬如說對後市的看法都比較淡 看淡,叫大家可能要買一些相反方向做淡的ETF 現在你覺得是否也是一個值得吸納的時段呢 幾時都可以,參賽是否預不預夾 當然如果能夠彈到上27,000的把握 或者夾的可能性就低一點,把握就高一點了 但是如果不彈上去 因為那個方向一定是對的 始終都是跌浪反彈的 只要你將那個止蝕位 放在如有升穿整個州 升穿27,000的話 基本上止蝕 那就應該你現在 我就當今天怎樣開始不計 以上個交易日來講的話 其實你向上最多被人夾 約望500點、600點左右 但是向上、向下的話 當然是超過1,000點甚至2,000點的一個downside 所以這些就叫做直撥率 是向下高一點 7500那類,雙倍也好,單倍也好 自己去選擇 甚至更進取的部署就自己去選擇 只不過我告訴大家 始終現在是一個跌浪反彈 要不就透過減正股 來減輕所有要冒險的Risk Exposure 否則不減正股 死錯的 加上少少對沖的情況 看看可不可以 如有市向下的時候 減少損失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